為新日推進我市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台山浮石飄息的傳承和發展 加強浮石飄息傳承基地建設 今日上午由市民廣女體局主辦 2020年台山浮石飄息進校園活動 走進豆山浮石小學 活動現場老師為同學們講解 浮石飄息的起源和歷史發展 還通過現場問答 教授基本功等方式 令到學生進一步認識浮石飄息 喜歡上這一項傳統的集中文化 飄息是一項用戲劇、魔術、雜技、音樂 舞蹈於一體的古老文家藝術 妝容也十分講究 整個化妝過程比較複雜 一共有五道程序 塗面油、塗底色、畫化妝色、撲粉、畫眉 化好妝之後的步驟就是妝頭和上色架 着色泡以及開始巡遊 飄息中的日物 站在色框面上凌空而起的稱之為上色 也叫做飄 坐在色框面上的稱之為下色 也叫做平 浮石飄息軟禁聞名 曾經先後被廣東省文化廳 國家文化部命名為中國民間藝術之鄉飄息之鄉 2008年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為 遺產名錄項目 希望通過浮石飄息進校園的活動 令到學生對浮石飄息有更詳細的了解 積極參與飄息的全城活動 令到浮石飄息不斷發揚光大 飄色進校園 我們是這次來看的還是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這個首先從這個中國傳統文化上來說 還是做了很多的宣傳 小孩子們通過飄色當中表現的故事 瞭解了中國的古代的文化 第二個飄色的這種記憶呢 通過進校園也進行了一些傳承 其他人在當中表現的建物 在建物上說明這裏 我們在建设中心的建物